衛福部嘉义医院的麻醉科主任他 曾庆辉二十八岁的女儿曾以林 在韩国念书去年十月遭到酒驾 闯红灯撞死 曾庆辉跟妻子在韩国总统府的 网络请愿版发起联署 希望韩国政府重视酒驾造势 超过二十万人联署达标 根据韩联社报道 今天法院一审 判决造势的精细男子八年有期徒刑 是比原本检方求刑的六年还重 不过这个结果家属还是难以接受 这是我青春美丽善良的女儿 她爱人爱上帝爱朋友爱父母 是我们宝贝了二十八年的孩子 因为你的自私 你杀死了我的女儿 请你记得她的脸 你一生要忏悔悔改你所做的事情 肇事的精细男子已经有两次酒驾前科 却又再度酒驾 而且违规超速将人撞死 而这一次遭到法院判刑八年 曾庆辉的父母对于判决结果表达不满 认为八年怎么换二十八年 希望法院重判让女儿的死警惕所有酒驾的人 不要再破碎别人的家庭 两个人也感谢所有帮助他们的人 至于车祸案件的司法后续 就交由律师来处理